今年PG&E太平洋煤电公司大幅加价后 加州公用事业委员会又再次批准PG&E 因为要进行拓展工程计划而加价 周静君报道 PG&E表示 由于要加速确件卫生屋供应能源 并增加电动汽车充电站 因此一般住宅用户的账单 在2025、2026、2027年 潜在的增幅分别为 个4、2.2和3.1 拘捕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 昨日表决通过的加价计划 给PG&E额外投入多23亿 在能源计划 并容许PG&E向用户收回部分成本 PG&E向ABC10号台发表的声明指 PG&E和委员会一直致力于 令加州减少碳排放 有可负担房屋和振兴加州经济 委员会今天的决定是向前卖出的一大步 有助更快地为更多客户供电 但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反对加价的组织 公用事业拐格网络的代表就指 历次的加价是在今年初加价之上再加 即使看起来不多 但是累积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 又指这次的费率增加的责任 完全是由于州议会通过犯案 允许PG&E为他们本应要做的工作 在已经收到的资金的情况之下 再向用户收取额外费用 前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主席Lin Chit 也批评委员会应该要 要被PG&E做完扩展计划才申请加价 不应该依据一个疯狂的估算 而要客户多付费 令客户付出 而PG&E继续获利 Lin Chit 指 同意扩建是重要 但委员会应该要被PG&E削减预算 而不是仅仅允许他们收取更多资金 26台记者周静君报道